阿姨师傅,你本身从事餐饮的工作已经多久了呢? 我本身大概从事快20年了 已经20年的时间了,可是你看起来很年轻耶 因为我们那一辈的通常都是16岁就出来学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呢? 其实以前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就自己一直不断的换工作 那换到餐饮业的时候就觉得说 原来吃得这么好玩 然后我就从此之后就是一直在吃的方面从事这样子 是,那你当时学做这个小笼包花了多久时间? 我们在学这个小笼包,其实我一直都在学 到现在吗? 对,一直都在学 因为我都是不断的希望说下一次还可以更好 下一次还可以更好 怎么做它会更好 是,那你觉得做小笼包它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嗯,我们觉得做小笼包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的汤汁 皮冻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比例就是它跟油脂呈现的是我吃起来不腻 嗯,不油清爽 那皮能不能薄到说我咬下去的时候感觉不到皮的存在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帮我把这个馅料全部都包覆在里面 但我可以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是包含汤汁跟肉馅 哦,是 哇,还在冒烟,而且它好精致喔 它看起来皮好薄,几乎有点透光的样子 小笼包就是要提起来可以晶莹剔透 哇,好,那我就先从它开始品尝了 嗯,肉肉的吃最好吃 嗯,它实在太美味了 因为皮真的好嫩好薄 然后因为这个汤汁所在小笼汤包里的香气非常的鲜甜 你会觉得所有的精华都在你咬下去的那一口嘴巴里 对,那像是这个汤汁的部分 我想是它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质一半 对,汤汁其实蛮重要的 那我们是用蛮多蔬菜去给它熬制而成的高汤 其实它吃起来口感跟荤食很像 然后加上这个汤汁的搭配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吃不出来 它竟然是蔬食耶 对啊,还蛮多人吃不出来 它,诶,这个,这真的是素的吗 对 那像是这道又是什么样的料理呢 这道是我们米香塔菇场 我们把油条剖拌之后 那炒九层塔跟一些菇类还有笋类下去 把它包覆在里面 那在上面再给它裹一些米香,爆米香 让它吃起来酥酥脆脆 那又有一种类似三杯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我觉得这大概是我看过最特别的肠粉料理了 因为你刚才说里头加米香 是 然后它看起来也比一般的肠粉还要更膨 因为油条它炸下去之后会膨胀 对,所以它会感觉比较膨 是 我觉得另一部分会看起来膨的原因是 里头加了太多食材了 对,我们比较讲求实在 外皮好Q好嫩 然后我吃到了好浓郁的塔香味 再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米香它会有脆脆的口感 对,会有脆脆的口感 这种料理我觉得能够那么好吃的原因就是 它的程序很多道 然后所以吃起来你会有一层一层不一样的口感 对,希望你咬下去的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肠粉 你吃的是一个层次 阿姨师傅刚才品尝完那几道港式小点之后 接下来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有哪些料理呢 有干扁四季豆 它跟通坡肉 还有广炒面 我先从四季豆开始品尝好了 昨天这一人火炒面 还是给你的 我先从四季豆就有的 我先从四季豆 终于你比较 我先从四季豆 你也不知道 我们再接下来 我先从四季豆 再一点 是 你 我先了解 我先从四季豆 跟ちょっ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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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搅拌它 把它打成一丝一丝的口感 因为一般猴童菇在处理的过程 本来就很费工了 可是你们又要再做这样子的环节 我想它的费工程度又是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养心草楼从来就不怕费工跟麻烦 对 因为我们就是想做出让人家吃起来不一样的 这个素食 对 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怕什么叫费工什么叫麻烦 感觉到出来对你们来说好吃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让所有 不管是吃素还是吃婚的客人一来到这里 他都可以去享受到素食的好 不能使用 发费 deh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